今天其实莱奥纳多和刘若凡都有一定的身高 一会儿来看 因为刘若凡我们知道过往他无论是在中路还是在边路 都是有自己的工作特别 两个人互相让了一下 莱奥纳多把球做给了队友 再想挑一个半高 漂亮 打在立柱上 李智这脚射门非常精彩 这可能是超过35米外的一脚远射这次的成功 平抽 看谁又来了 其实去年的话这一侧打的应该是红明天吧 打得多一些 刘若凡这小球一停一过 二国一还要来 刘若凡这个转身这可是贝尔巴托夫式的转身 我们来看看 停 一摸 当时潇洒哥了 是在这个英超比赛的这个底线上完成这个动作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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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一点还有机会 再给 冯卓奕再瞧起来落点 砸进去了 砸进去了 三十三分钟的时间 成都农城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阻挡球迷的热情 就是 我们来看这个球 这个砸的是够痛快的 而且是直接砸向门匠身上 向前还短的 张纳多今天频繁回来拿球 这几脚一脚传递传得不错的 刘若凡李治开始跑起来 为他拉开空档 中间敲的也很细 右边假设真传 宽多用的很好 打了 绕开 漂亮啊 比零 第一个球 对 就破了窗户纸 第二个球 就要玩点艺术的了 对 金左脚 但是呢 他能做到丢球之后 忍 稳 不丢 第二个球 但现在 江西北大门这丢第二个球 说实话来得太快 这对球队的整个体系信心 就来了 梁大多 往前给刘若凡开始加速 躲过了铲球 怎么处理 打了 立柱再打 这球得有了 第三个 这球是想推偏都不行 是的 核心 核心 49分钟 下分场刚4分钟 第三个进球来了 由核心打进 其实你看到 就是在他第一波攻击线之后 身后 冯卓一 核心 甚至包括吴鬼超 都有前压 去包抄射门的 所以徐正元 像韩国足球这种整体进攻 打得非常出色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球核心的处理 左脚推大门的右下角 基本上是推了一个十分角 其实门线上是站着两三个防守队员的 郑蓉成3比0的这样的一个胜利 将会让他们排到联赛的第二名了 但是他们还不想结束 来了 4比0了 4比0了 刘若凡 进球 这场比赛把江先生摧毁了 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攻势 一传 两个都再给 往前一抹 这人球结合 刘若凡 这就是灵性 对 这一下我们也是替江西北大门有点担忧 是 核心 做的倒数第二转 交给了莱奥纳多 赵一博跟刘若凡 这个不应该 尤其是从成都队的队员来讲的话 现在是没有必要的 已经是4球领先了 对 但是在去年 当时的连胜 他的 看看脚球的质量 选择了一个高点到后点 投球点回来 被红梁再补 这次有了 近一个球 对 58分钟 近一个球很关键 对 也是脚球 4 我们看这个球 百度回来 没有越位 没越位 应该是冯多逸是做到最后的 对 商隐的投球砸在横梁上了 这个脚球扣得还挺细的 核心 核心跟这个百度这一下跟的慢 电路强行下底 传出来了 有了 漂亮 63分钟 精彩 成都队下场连击两球 江西队迅速还颜色 同样连击两球 商隐 质量很高 而且我们看到 4个点的报仇 几个后卫 3个后卫 第二梯队回防 李志等等 都已经晚了 怎么说呢 4比0确实容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优势 所以瞬间 北大门连 郭敏天再转一道走路 主撒办 吹奖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我们恭喜成都荣城 迎来了成都大联赛区 中甲联赛这个赛季的开门 红他们单场是